目前,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,近三日,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降至100例以下,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,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,科学精准落实各项防控措施,不任意增加隔离时间。 不擅自对低风险地区人员采取限制措施,坚决防止简单化,易道且防止层层加码。